第五十一集 这样一来 邓元帅左右 最好再添个帮手才好 好 那就领慕营前去 任左元帅之职 协助邓元帅守城 李善长走了以后 朱元璋来到马修营处 近日来 朱元璋外表虽然平静 内心却绷得很紧 他清楚看到十余年来 自己有一个穷和尚 打得这么大一片江山 可是 这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赢 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 只要走错一步棋 那得来的东西 很可能再转眼见失去了 那刘福通 还有元朝的江山 不就是如此吗 如今战略方针已经定了 灭了陈有亮再灭张世成 然后挥师北上 一统天下 这战略 这战略经过反复论证 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自己能灭陈有亮吗 他如今拥兵六十万要进攻南京 而自己全部凑齐了 也才是二十多万兵马 陈有亮虽然清造 正是这一面 导致他上次进攻南京的失败 可是他也有狠毒狡猾的一面 他已经失败过一次 他应该会总结经验 这陈有亮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啊 他的天下 也是靠自己的狠毒之心打出来的 笑到这里 朱元璋的头上冒出了细汗 而这一切都被马秀英看在眼里 他找了一条白丝帕 轻轻地将朱元璋 额上的汗水擦去 马秀英轻轻地问道 国公可是在考虑 与陈有亮的决战吗 是啊 我思来想去 总感到我们的兵力不足啊 军师曾断言 我攻打张世成 那陈有亮 逼清国之兵来攻我南昌 如今我按兵不动 他同样清国之兵而来 可见陈有亮灭我之心 犹如我灭他之心啊 成败可定天下 过公 此事关系重大 何不召来刘伯温 李善长好好在意呢 然而没想到 朱元璋却摇了摇头 聪明的马秀英第一次纳闷起来 难道朱元璋还信不过李善长 与刘伯温吗 朱元璋看透了马秀英的那点心事 又一次摇着头说 哎呀 他们的看法观点 我已经全然在心 再去商议也是没有好处的 再说 作为决策之人 自己要拿出主意 他人之间 也只做他人考虑 难道刘伯温李善长 马秀英更加不明白了 眼睛瞪得大大的 他们是忠诚 我知道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能完全相信的 只有你马秀英啊 有些想法 我还是只能对你说 因为只有你 才能完完全全地 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其实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这些 让我们来讨论眼前大事 我是想 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实力呢 现在吗 于亭玉六永安 训练水军 还有两个月 新造的战舰能下水 还有两个月 李善长把粮草凑足了 还有两个月 这就是说 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呢 难道 招募新兵 哎 用没经过训练的新兵去作战 只会败坏自己的声誉 看着马秀英迟疑的目光望着自己 祝愿张笑了 我想 攻占合肥 啊 是这种时候 合肥有八万守军 我相信 可以收响他们六万 这可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士兵啊 这事我看准了 再打张士诚 他也不会与陈有亮联合加紧我 只会趁我走了以后 再攻我的城 掠我的地 我不去打他 他也会这么干 我与陈有亮大战前还敢去打他 只会令他更加胆气于我 减缓攻我城 掠我地的步伐 国公分析 确实有道理 只是两个月 能有把握拿下合肥吗 那合肥不比杭州 首将不是张士诚的嫡系 只是原方国珍的部下 方明君 此人 因嫌方国珍弱势 他固执地降了张士诚 如今我吕拜张士诚 要想此人 并非难事 至于两个月内能否拿下 我也不肯肯定 但是有三个月时间 合肥 是一定拿下的 那南昌 能顶三个月吗 我已经派了木英前去 相信他们能顶住 邓友德 只有四万人 而陈有亮 是六十万 万一 马秀英后面的话呀 就不愿意说下去了 朱元璋微笑着 鼓励的目光 瞧着马秀英 但他还是不愿意说下去 他现在已经完全明白 朱元璋今天的这番话 为什么只能对他说 原来他为了胜利 要让他的义子 以及最忠诚的四万部下 都去为他拼命 用他们鲜活的生命 来摧毁陈有亮的强大公事 来赢得最后的胜利 从他的目光里 朱元璋知道 他已经了解了自己的意图 于是长叹一声说 哎呀 战争就是这样 也只能这样 要想赢得最后 就必须有局部的牺牲 就算南昌城破 陈有亮 也一定死伤惨重 精疲力竭 六十万对四万上限如此 军心必然动摇 到那时候 我们刚攻克合肥 军心大振 军力大增 千里旧围城 生死存亡 绝余战 士气必然万分高涨 如此一来 谁胜谁负 不是很明显吗 可是 邓元璇他们 马修英 忍不住 还是问了出来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战争就是这样 但求最后一剩 其间的牺牲 自然是在所难免 马修英对这些 虽然也很明白 但心中还是已经 他第一次感到 自己的国公 真是太残忍了些 低头想了好一会儿 委婉地说 还是跟军师丞相 商议一下更好一些 朱元璋沉思着点点头 刘伯温李擅长 来到大殿时 朱元璋通过 与马修英的一番对话 对于攻占合肥一事 想得更清楚了 他深知 这事关系重大 其关键 还不是能否 拿下合肥的问题 而是将南昌 四万守军置于死地 如何向文臣武将们 交代的问题 他决定将这个难题 交给刘伯温去解决 这么想好了 与马修英一道 高兴地走出去 迎接刘伯温 鱼里擅长 朱元璋 周元璋说 这么晚清 你们两位来 是想请教一宗大的决定 同臣有量决战 我看对我们来说 实在太关键了 我思考再三 总感到我们的实力上 有些欠缺 胜算把握不是非常大 说到这里 朱元璋 征询地 望着他的军师 和丞相 追随朱元璋 这么些日子来 刘伯温 已经深感 他育人之主 实在不简单 他需要的时候 可说是信任有加 亲密无比 完全由你做主 但事情一过 他又恢复了 自己的威严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君王架势 有时候 他谦虚到言听计从 毫无己见 有的时候 有固执的一个字 也冲耳不闻 关键是他自己 这时候 是不是有了主见 刘伯温想到这里 不忙作声 他要判断下 朱元璋这回是不是有了主见 李善长追随朱元璋多年 深得信任 他对朱元璋 虽然没有刘伯温看得那么透彻 可是怎样博取朱元璋的好感 怎样说出朱元璋想说的话 怎样让朱元璋深信自己忠心耿耿 这些李善长却是非常精通 今天 这么晚了朱元璋照他与刘伯温来说这番话 李善长立刻清楚了 朱元璋一定是有了主见 只等他们来附和 执行就成 本想让刘伯温先说 见他不说 怕冷了场 便说道 朱元璋好长六十万大军 虽说夸张了些 但是 实际上五十万是有的 而我们就只有二十多万 相比之下 实力差了些 不过我想国公既然提出这个问题 必然是有了解决方法 还请国公说出来 以免我等着急啊 刘伯温听着李善长的话 心里说 讲这些废话 有什么用 没想到朱元璋听完 竟然哈哈大笑 李丞相啊 你这个李丞相 我是要问你 你反过来问我 好吧 我就将我的想法讲出来 还请二位自教 来 国公 请快说 我想 去攻合匪 李善长文言大惊 刘伯温 淡淡一笑 刘伯温说 合匪三面环水 方明军八万大军助手 而且城墙坚固 在短的时间内 未必能攻下 况且败了 败了陈有量 其至合匪 天下尽在国公手里 而今不是夺地之良机 还请国公三思啊 那以军师之鉴 合匪要多长时间啊 方可拿下 合匪首将 方明军 勇猛异常 而且 足智多谋 若是强攻 恐怕长时间也难以攻下 但是 他不是张世成的嫡系 可以逼迫他投降 却需要些时间 两个月 恐怕难办到 需要多少时间 招降 逼降 方明军啊 我想 最少也要三个月 果真如此 可是军师 天大的功劳啊 只是南昌 是南昌三个月之久的 南昌守城之战 我来安排 请军师尽管放心 合匪之战 可得一员猛将 也可得数万军马 对决战缠有量 能多出几分胜算 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 请军师 多多费心 我这就请徐达常玉春来 还忙军师与徐达常玉春 好好商议一番 然后进兵合匪 逼降方明军 话已至此 刘伯温不再多说话了 心里暗暗地佩服 朱元璋的胆子真大 心真狠啊 然后鱼里擅长一道 默默地等着徐达常玉春的到来 战争 并不是简单的力量的比拼 更不是追求一般意义上的胜利 它的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最后的胜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其间的任何牺牲和冒险 都是值得的 深一更半夜 两位元帅被唤醒了 来到吴国宫门前 都还有些睡眼惺忪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还当是南昌告急呢 到议事亭才知 是进攻合肥的事情 他们都有些吃惊 朱元璋也不做解释 详细安排后 说道 这次攻占合肥 目的在逼降方明军 充实卧军实力 因此 一切啊 要用巧劲 才能让这个事情办成 两位元帅 切不可擅作主张啊 我等遵命 那就这样 也已经深了 明天 你们再好好 一一具体方案 做好一些准备 后天出发进攻合肥 朱元璋说完 站起身来伸个懒腰 表示再也没有 谈下去的必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